现在使用牙刀的是韩国的 使用骑牙射的是中国的 雷莎的牙刀正在被小孩的骑牙射堵在角落里 能不能封锁住呢 出不来了 没了 干净利落 带走了牙刀 这一把小孩怒了 雷莎的中间是K大士 这一战小孩的首发 他的先锋是骑牙射白头翁 哇 这个骑身头 确凡对方的顺次的收招 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雷莎的K大士 对着小孩的师娘 师娘刚上来也没有赚到便宜 依然是被K大士欺负 下风来地了 一直在天上飞 长腿师娘 打了一个 打长腿真的是 搞得雷莎 有点迷糊啊 K大士 空有一身无异 终时要 发击波反击 带走了 现在小孩来说主力非常多呀 固定在三个人士上面 讨压狸精也是他的主力 科隆也是他的主力 霸神也是他的主力 creation 是的 骑驾摄不叫头七啊 骑驾摄不叫头七啊 骑驾摄叫骑驾摄 对吧 八十人来打牙刀 白衣牙刀对战 雷莎 欢迎兜兜回家 晚上兜兜兜 来看看韩国雷莎对战中国小二场精彩的对局吧 那现在牙刀正在对角落里 八十人发起了牙齿 小二又加强防守了 不然的话 灭力高速的牙刀 哎 这个肥打击不成功啊 怎么办 小子一打扛 并加一个小击 现在下盘摸角成功 牙刀要贵啊 帅不帅 比赛到现在是K大士对战八十了 来了 本场比赛的雷莎的K大士对战 哎哟 忘了可去 哇 顶中国小孩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K大士发力了 中国小孩最后的不到一口去啊 把我们现在来看上对局 来对雷莎的K大士对战中国小孩的中间起家设 双方的中间站继续 百万大学争气啊 哇 雷莎的招牌就是他的K大士啊 则他的绝对主力啊 真的好屌啊 雷莎在下半场终于是开悟了 觉醒了 现在小孩的起家设 已经被打的踏不下来了吗 加油小孩 韩国人在下半场发力 好可以陪他 现在还有一个超杂 雷莎现在已经把小孩打到了不到两百截 起真度小城楼 前冲下半戴成群 怎么刺 小孩危险咯 对方一个顺势 小孩还有一个伊斯拉 四气伊斯拉 马上武器了 对面还有一伙伴的血量 你挑我就下中拳 哦 翻 要翻了 小孩 没问题 想杀一波之后 还 可以 我靠 这是打电脑吗 下盘再次被摸脚 小孩太多了 太多了就挨打 一加二开枪 这枪不再空了 雷莎说 阿西 我的枪不会空枪了 小孩现在伊斯拉危险 最后一点点体力 加油小孩 你是最胖的 你是最胖的 我相信你是可以击败雷莎的 虽然说小孩是残血状态 但是手上还有四条气啊 一切只有可能34秒钟 做好防守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吧 咱们还在套路对方 哎 伙伴的朋友 大家可以点赞评论 转发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